intel正積極與合作夥伴作出多方面的合作 包括McAfee推出針對intel平台的全新DeepSafe技術 Paul Otelini邀請McAfee公司資深副總裁 其中端安全部門總經理Candace Rowley 展示全新DeepSafe技術 如何偵測與防法Rootkit攻擊程式套件入侵到PC 據Candace Rowley表示 DeepSafe是基於intel VTX技術的開發階段軟體 成功偵測並擋下發動零時差攻擊的Rootkit程式套件 面對越來越多黑客使用Rootkit攻擊 尤其在新發展出的Rootkit 比去年增加38% 支援intel VTX的PC產品已出貨數百萬台 McAfee預期 DeepSafe技術將成為未來多款McAfee產品的基礎 在各種運算環境中提供更高的安全性 Paul Otelini展示了全新intel Pair & Share技術 他將各種裝置安全地連結並分享其影像與圖片 包括電腦機及tabular裝置 均可連接至PC或TV上呈現 而且不受網絡、螢幕尺寸、外形或產品品牌的限制 另外Paul Otelini也展示了全新intel Teleport Extender技術 令使用者可以直接透過筆記型電腦 接收預回覆來自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的簡訊 Paul Otelini在演示結束前 展示了一台採用intel Atom處理器 代號為Matfield的intel IA架構智能手機 並運行最新版本的Google Android作業系統 並表示這台是完整的Reference Design 意味著intel IA架構手機 將會進入量產階段 預期將會在2012年上半年上市 面對外奸對intel能否力抗ARM架構 搶回失落的電腦機 以及Turbo市場 Paul Otelini在演示結束前大派定心院 請來Google行動部門資深副總裁Andy Rubin站台 同時宣布intel將與Google合作 著手未來新版的Android作業系統 並針對intel Atom處理器進行最佳化 Andy Rubin則表示 Android平台結合了intel低功耗智慧型手機產品藍圖 最開啟更多的機會協助業界 推動創新 與推出更多元化的產品選擇 Tous Important 回答 kol recipients 都這是 渡圈 快樂 做均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